你不认识 可是现在这个形势 我怎么会怕 有我呢 我有办法 我可以通过火车 随时向上级递情报 依盼把这两头都交代好了 还是依盼想得周全 你说说 现在日本军对北平 已经形成了合围之时 坚守的第二十九军 已经明确表态 只要日军敢打过来 我们全面开火 还有一个重要情报 柳泽和柳一南 他们是日本人 真名叫柳泽晶二和小田一南 兄妹关系是假的 他们的主要目的 是要控制机车厂 我之前就怀疑过他 这次 我们要保护好 厂里的工程师 我怕日本人 接下来会下毒手 都得留点神喽 你呢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还在写字摊 你要有什么事情 可以过来找我 我说两个 我说两个 小爷 吃饭呢 来吧 还来 那你自己不说 还说那样 还是得说 没什么心 本上可说了啊 柳泽是特伙 幸亏本上说了 要不然咱们 还保护着他 以后啊 咱们还得接着孙子当 不然咱们 敢按中监视了 你说得对 这是知真知面 不知心的 好好地放上去 这是什么呀 我说不吃 不是钱太少 我说这我不吃 这一下好了 对我们常心店的消息 就一清二楚了 这偷偷摸摸干吗呢 谁让你进来的 我这正工作呢 你出去 我凭什么出去 这是我家 您那一头 行 我说运篮 你可真够没良心的啊 平时给你们家 又送肉又送钱的 你不轰我 我今儿干点 自个儿的工作 你轰我 行 行 你干工作行了 你干你的 那这轰我干吗呀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冉秋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没有 她故意判这 不白忙的了吧 你瞧瞧 我跟你说啊 雨儿 别瞎打听 该你问的你问 不该你问的别问 这拿我当外人了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 但我知道什么叫纪律 什么玩意儿 纪律 嗯 听懂 其实我也没大明白 这纪律吧 我这么跟你说 比方说啊 这个人 他是共产党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可能好几天都没吃没喝了 路过自个儿家门口 人家 不回家里喝半口水 这叫 傻呗 有了 雨儿 你呀 这一辈子也进步不了了 回见吧 装什么大名吧 孩子 这一天天的 真够辛苦的 哼哼 自找的 你说这干嘛呀 把那些住户子都赶跑了 那还不是为了咱们呀 让咱们住得舒服点 那咱是舒服了 你知道这一个月少拿多少啊 就着钱 儿子现在应该也攒些一些钱了 得扣啊 跟他说说 赶紧让他娶个媳妇吧 你说这个啊 我记得瞒呀你 怎么想的 你说先前那个大话 就说带个孩子 但那人 那还是挺不错的 你少给我提那个丧门星 现在说也有用嘛 这还真难得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板 你们还念叨我呢 顺子呢 她的屋里歇着呢 你瞧她派头嘞 她怎么来了呀 你也不是说把她轰出去 要轰我你去轰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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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 您现在都嫁人了 来看我不合适吧 顺子 咱能别这么说话吗 得 您还知道叫我顺子 我都不知道叫您什么好了 我是该叫您大花啊 还是叫柳夫人 你还摆着咱们的照片呢 你还摆着咱们的照片呢 以后那房间 就交到您手里 我娶了你 这辈子就得对你好 等过了门 我把钱都交给你 你当家 那会儿 咱们都还年轻呢 这么多年您都干吗去了呀 回婆家了 回婆家了 在奉天 那怎么又嫁给柳泽了呢 没您这么干事的 您不能在我身边这几个男人之间 来回地打我脸哪 可您知道 我有多难哪 这一切说来话长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我能告诉你 小柳是柳泽的亲儿子 还会说 是 但她第一个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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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 这饭我怎么吃 狮狮子 漏火 不错 这么多火了都怪了 要不我去弄两碗卤肉去 吃个屁呀吃 你没听见里边说吗 俩狮狮子 你见过狮狮子吃饭吗 还卤主了你这 你怎么这么热 还长得个卤主了 不不不不 忍着吧 忍着 我跟你说 请问那张卤主 可能是不错 你天见天都给想上吃 你这整个卤主 饿了不吃 这整个猪头绕着 连吃饿了 饿了不吃 行了 给我进去吃饭 师傅 不吃啊 你就走 都走 师傅 我刚才看我师娘做饭了 这我师娘做点饭 别说我们俩了 还不够我一个人撕牙缝 那你就先把你牙缝塞了 我再让你师娘做 那总不能 不吃东西饿着吧 要不咱吃点吧 兄弟 你去吧 那你跟我进屋 那 你去吧 这人家 好 好 走吧 日本特伙 你给日本人当了特伙了 没办法 这怎么可能没办法呢 他们把刺刀架在小柳的脖子上 我什么都得震 我给你拿俩签 你跑 跑了远远的 小柳在他们手上 我敢跑吗 这方方大胆 我现在 是调伸尼肯理了 只会越陷越深 没办法了 可是你不一样 我来就是要警告你 离日本人远点 这你放心 我就是做买卖 我跟谁都挨不上 你不找人家 人家会来找你 你那个账房夺宝 就是柳泽派来的 是啊 他们都是日本人 今天晚上 夺宝会去干掉民工 他可是你的账房 若是他出事了 你也脱不了干系 我这算计到我头上来了 要是别人问起来 你就说我今天来找你 是来拉拢你 给日本人做事的 别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大伙 谢谢 谢谢 大伙 谢谢 不喝了 别脏了杯子 哎 柳先生 万厂柜不在啊 万厂柜出去了 这么不巧啊 没事 您来了也好 正好啊 给您看看这个月子账单 帮你坐 准备好了没有 放心吧 没问题 不要用强动情太大 万一是说的话 这药定是万厂柜让您干的 明白 好 茶不喝了 这账做得漂亮啊 回头我等着分成 好嘞 那我送送您 不用了 忙你的吧 好嘞 您慢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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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了 倒豪狗粥 不喝了不喝了 完了我也不刷了 我奔我师父那儿去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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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吗 吃了 怎么了 快去救命工 日本人要动手了 这吃包上怎么还不来 他今天不砍咱们家老太子 晚点过来 你又怎么了 就是我儿子过生日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先回家看咱家儿子去 他本身没来 我不能走啊 这儿有我盯子 你怕什么呀 那我可真走了啊 走吧 撤了 赶紧这儿 哪有多废话啊 滚 哪有三五 Ern 好 我 小兔子 看够了吗 小兔子 小兔子 十二五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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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 偷鸡不成反十把米啊 多宝他怎么样了 听说伤得很重 有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 我挺欣赏的 不成功便成人 你把它 为大日本帝国效忠了 怎么样了 顺子 你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要杀我师父 我不能说 猴子死了 你不在乎 我要是说了 我也得死 你不在乎 刘泽是日本人 我也是刚知道我之前被他骗了 这都不用想 肯定是他们人干的 我那个账房多忙 你上次见过 他就是刘泽安插在我身边的人 他人呢 死了 我去收的事 警察局通知我 他身上被捅了十二头 你干的 不是 那就肯定是他们杀人灭口啊 顺子 你可千万别当罕奸 我当罕奸 我拼了命地去告诉你 杀敏宫的是什么人 表面上呀 是顺子他们那儿的伙计 其实是个日本特务 顺子也参加日本人的活动了 那他不成汉奸了 这事是他告诉我的 那顺子可真不简单 一盘怎么样了 一切都还好 就是便一钉得紧了点 希望他平安吧 你怎么样 一切也都还好 畅同 马城长 快 您请坐 好 自己人 好 一人 快 给这个马城长倒杯茶 好 好 怎么了 有个事情 我得向你讨教讨教 您还讨教有什么事您分付 我可听说了 日本人突破了长城防线 并且接连占领了咱们的秦皇道 昌礼 昌平 秘云 济县 唐山和唐谷 并且强迫咱们的政府签订了唐谷协议 你 我也听说了 那怎么办 咱们蒋公抗战不利呀 这日本人也太厉害了 你人卖广 你有没有听到别的消息 我听说呀 我听说姬鸿昌要来丰台 和二十九军的主战派 谈抗战的时候 但具体怎么着 咱还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丰台肯定是重中之柱 如果日本人把丰台火车站给占了 那北平到这儿的路就全堵死了 那他们能守得住吗 这事儿谁也说不准哪 唐谷 还有个事情 万一有一天 日本人占领了常心店该怎么办哪 咱是谁 咱就是小老百姓 辟子兵来了 咱给辟子兵干 大总统来了 咱给大总统干 蒋委员长来了 咱给蒋委员长干 还是那句话 以不变应万变 要是哪一天 日本人来了呢 那 那您说呢 所以呀 咱们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嗯 畅通 你人脉广 你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我怎么帮你 我又不认日本人 马副厅长 喝茶 一南 你哥哥是在日本留过学是吧 对 那保不齐这儿是俩日本人 你这么着 让他出个功夫 请咱们马副厂长喝个茶 你好好聊聊 柳泽 柳泽 好事 我还没下手 他们倒要自己送上门来了 邓长彤跟我说 前几年马副为了保命 把厂里的股份跟客栈 都给现涨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是个穷光蛋了 那我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们不仅要拉拢马副邓长彤 还要多交一些警察局长 县长这样更用的人 我去找邓长彤 他跟这些人比较熟 记住 不要暴露身份 就跟他们吃吃饭喝喝茶 当然他们有别的需要 也要满足 还有 就让乔大花和你一块儿去 好 就就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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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花啊 好 你的这个曲儿真是唱得不简当年哪 谢谢县长花奖 谢谢县长大人 你说咱们大花唱这么好 能不敬他一代 对对对 别 这县长这么疼你 过头头喝醉了 我可担待不起 那我替县长喝一个 程总 你跟大花你们可是老相似的 你得敬大花一个 你这话说得不对 要是敬也得你敬 你们大伙都听见了 刚才人家谈权 谁喊好势对的 你可你可你可 你给局长办啊 君子不多人之美 局长你这话说的 你是往外推我呀 可不是吧 我都听出来了 我告诉你 我和大花只是红颜知己 那你们看见没 这大花刚才进来 直接就坐你旁边了 都不挨着我坐着 我跟你说管晓啊 我命令你马上请大花一杯 好好好 我们不要单静了好不好 我们一块儿喝一个 喝一个 喝一个 一块儿喝一个 一块儿喝一个 喝一个 好 下面我来谈一下具体的执行 动力部分 还是由康本善负责 理工负责传动部分 工作我就分配完了 大家各司其职 有困难来找我 不可以擅自改动图纸 明白吗 明白 图纸全部放在我的办公室 以免发生擅自揪图纸的事件 不好意思 迷惑 我的还没有分配 你我说过很多次了 你的工作 厂长亲自分配 与我无关 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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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人才 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论大家的喜欢 我能感觉到你的处境 但如果这还这么下去 不如另模高就 那是个人的 那是个人家 你这儿 我今天怎么选择 你対法 你正常是每个人正常 我正常都会 有些人家 你改变你 你现在 我现在是大双 你们接着开会 那个康本善是个大麻烦 我得先下手为强 柳泽军 我不得不提醒你 如果你要明着跟康本善斗 那你就上当了 我要尽快出家堂 太难了 工厂全都是他的死党跟兄弟 我觉得还是应该杀了那个敏工 一举了得 只要敏工一死 所有的工作都会停下来 为我们日后占领机车厂赢得时间 其二 敏工死了 康本善自乱阵脚 到时候就没有心思跟你斗了 我待机会影响山本号大佐的 下一个计划 他从日本本土扎募的技术人员 占领长青店后 分到机车上的技术管理人员 不会低于二百人 只要我们做得干净 这边一乱他们就能混損摸鱼 隐蔽地抵达潮心店 时间太紧迫了 我必须控制整个设计师 还好那个马会长伸出了橄榄枝 再有 乔大花去找李关销 让他帮忙 去除掉那个皮尔 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说吧 想要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少跟我来这套 你那点小儿科我还看不出来吗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 有吗 你这么说 都让我不好意思了 我李某人也是在风月场上 走过几遭的人 我明白 什么债都能欠 女人的债可不能欠啊 那 我就直说了 局长 你帮我把机车厂的洋厂长赶走 你不要打不上 诚心店没我办不到的事儿 可是我必须知道是为什么呀 啊 为了我新生 你想让他当成长 他就是个工程师 哪能当什么成长 这我就不明白你 什么意思啊 啊 我先生他仍老实 虽然有一身本领 但没有幼武之地 那设计师的总工 老针对他 可他又是成长的人 我们拿他也没办法 哦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让那个 洋人常常滚蛋 然后你先生做这个 技术师的总工 是 老针 你说吧 这事还得我这个女人 出面帮他 局长 你就当帮帮我吧 行 可是那个洋常常滚蛋了之后 那谁来当这个常常呢 你怎么办呢 这事儿 不如问问邓长彤 邓长彤 好吧 你會怎么办 你不喜欢 我自己想作估计 对 我自己想的 我因为你有同事 您的 没有处理 就是 这是 那我现在 营娱 我现在哪儿 不是 非你 我就是 我认为一个 您百忙之中还惦记着我 我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是个大闲人 一点都不忙 怎么会呢 您可是副厂长啊 我这个副厂长 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逛口司令了 没有人听我招呼 我自己觉得活得很磨难 那个洋鬼子长长皮儿 控制了所有的车间 包括你们的设计室 你说说看 我还有什么事情做 马厂长啊 您这日子真不好过 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马厂长 我知道您来找我的目的 你给我指条名带 你打开看看 嗯 游公 你就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您缺钱 可俗话说得好 无功不受禄 你还是把你的意思挑明了吧 进来 是 舅舅长 人家到了 需要您的解释 为什么押转我来警察局 为什么还要派警长带着警察 到机车厂去带我来 先别激动 请坐 请坐 要不要喝点水 我们是按照正常的办案程序 去请你过来询问一些问题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办案程序 我怎么感觉到我是罪犯 你是嫌疑人 我不明白 你 你在说什么 机车厂死了一个工人这事 你知道吧 我知道 他是因为保护免工而死的 好 我们一直在调查 这个幕后凶手究竟是谁呢 很老 但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直在调查呀 想知道闽工得罪最深的人是谁 是你 是你 咱们俩现在是一秋之鹤 您应该也听说了 闽工是设计师的老大 他最不喜欢的人是我 我整天在设计师是无所事事啊 用您的话说是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同事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可我不想这么混下去了 既然老大不喜欢我 那我只好自个儿当老大 你有这个导航 借您急言了 导航不敢说 这钱有的是 我很快就能把这个皮尔搞下去 您来当这个厂长 到时候 您把这个设计师给我 就行了 如此说来 不应该是你送给我钱 而应该是我送你大礼啊 谁不知道您在这厂里边 根最深哪 将来我还得指望着您关照呢 就说了 有功 你不是有钱 你是有势力 此话再说 你熟悉日本人 日本人 我认识吗 你认识吗 敏工几年前的航调设计 因为图纸被偷而无法念试 你让他重新设计而遭到了拒绝 你转而让他设计机车连岗 以敏工的才华 明明三个月就能完成的设计 他却拖了一年半的时间 才交给你 这让你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从心理上 点儿 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你分析得太有道理了 可以说是丝毫不差 我很想知道 你的结论已经得出 然后呢 你想怎么办 逮捕我 当然 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好 那你去拿手铐吧 皮癌儿 你不要总是这么激动 来来 坐坐坐 坐下 你不要总是这么激动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再加上我也是机车厂的股东 不看僧命看佛命 我决定放你呢 再然后呢 再然后 这个厂长恐怕你是当不了了 你得离开常新店 离开中国 我应该谢谢你 让我能下最后的决心 什么意思 我本来对常新店机车厂 还抱有一线希望 还对他存有一份感情 但是 听你这一番话 听了局长先生的推理 我心里 彻底放下了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明天就走 回我的国家 很遗憾 皮癌儿先生 你就这样离开了中午 我没有丝毫遗憾 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我才对你们的国家 彻底失去了信心 过得身的黑 对身的黑 这什么队 没 secre 不是 来 我觉得这皮埃尔啊 他走得也好 他虽然有点管理能力 但就是有时候不太听话 太滑头了 他的继任人选 你们都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邓长彤可恶 邓长彤这个人没问题 自己人 就这个人啊 不是很喜欢抛头露面 他在场里啊 是负责后勤的不懂技术 恐怕难以负重啊 那你觉得谁能接人呢 是啊 谁呢 谁能接管 马福怎么样 资历深 业务能力强 干这个副厂长也有几年了 看来 也没有什么其他 更合适的人选了 就他了 就万一以后 你也凤灯了 我们赢了 一个人的 hotel 我给你们赢了 我们的村子 是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你赢了 有时候是要赢了 你 Corin 看看我这个要滚蛋的 样子本家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但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什么 你我一样尊重孙中山先生 可是他死得太早了 如果他还活着 中国也许还会好一点 你 请坐吧 先生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走啊 原因很无聊 我不想说 但还有一点可以告诉你 和慈善你也有一定关系 为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幕后是谁 但我想这不是最后一次 你是我最尊重的工程师 难得的工业设计师 我这么想看到未来可怕的一幕 民工 你一定要保重 你也保重 我会为您祈祷 诸位都知道 协二厂长因为个人的原因 需要立刻返回法国 所以他主动辞去了厂长的职务 虽然经过我们极力地挽留 但是依旧没有改变他的决心 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啊 但是 机车厂 不能一日没有主事的人 所以 经过有关部门紧急磋商 现任命 马福 为新一任机车厂厂长 大家欢迎 万丰感谢县长达人的厚爱 和在座各位的鼎力支持 逼人才能铁刃厂长一职 内心却是诚狂诚恐 但是我一定不负期望 与大家努力同心担惊极虑 共襄机车厂发展的盛举 我一定为机车厂奉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 当然了 为了理顺 机车厂的管理体制保证生产 共同迎接机车厂的展新未来 我们有必要对旧有职位进行调整 现在我宣布 赵丽群任办公室总管 新本宣任人事总管 新本宣任人事总管 柳泽任总工程师 旧有职位 既可免去原职 令留他用 那么好吧 让我们再一次 为新任的各位总管鼓掌 大伙来一下 来一下来一下 怎么休息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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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怎么了 命中被僵持了 谁 谁啊 还能有谁啊 他 什么他 多了 好 那我先忙了 好吧 去去去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来来来 这活没法干了 怎么能是他呢 那这不是他是谁啊 人家 他刚来那天 我就不看好他 起码就个人了 凭什么是他呀 人家是跟厂长啥关系 你知道啊 我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我不跟他干 我也不服气 两位一弟弟妹妹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这世道 就这种人 才吃香呢 先干活吧 还有心情干活 进来不回敲门的 这是我的办公室 抱歉 现在是我的办公室 这儿没你的位子 我记得刚进场的时候 我说过 我会用我的行动 回报你的 现在给我点时间 希望您以后 慢慢了解我 众山郎 我警告你跟总工说话 还是学着客气点 把门关上 好 小人得志便猖狂 闽工现在的情绪怎么样 那好得了吗 这要搁我 早拍屁股走人 你别当着闽工 说这样的话 我知道啊 我们现在 对他没有更好的安排 只有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他 得留住他这本事啊 没什么情况吧 放心吧 我看看谁还敢来 拿棍歇死他 我好好劝劝他这 行 师父 本山 进来吧 师父 喝着它 好 花生米酱牛肉 我陪你喝一汁 你来得正好 赶紧劝劝你师父吧 他要回老家种地去 师父 你 真要回西安 种地去啊 那感情好了 就您这一肚子学问 这回到老家 这粮食的收成 还不得翻上那么几番啊 本山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你师父他会种地啊 一个日本人 待在我们的场子里 坐在我的设计室里 你说 这地方 我待得下去吗 是待不下去了 真是没地儿说理去了 真是没地儿说理去了 你说一个日本人 在咱们的地头上 杀我们的人 抢我们的买卖 他跟那儿作威作福 这理他到哪儿也说不通啊 这袍子 就是为了保护您走的 您说这会儿您要是也走了 我 剩我一人跟这儿 这理他就更摆着不清楚了 谁说我要走了 我不会走 我不会走 对吧 师父 我就等您这句话了 咱爷俩一块儿跟他们掰着到底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世道 它能变成个什么样 这一帐打得真漂亮 马夫当了厂长 我成了总工 现在可以说 汽车厂基本上 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我商人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航调建设起来 为我们将来全面占领汽车厂 做好准备 亲爱的大华 我得为你系上一功啊 谢谢先生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儿子回到我身边 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我真的是太想儿子了 他也是你的儿子呀 他是我的儿子 也是我唯一的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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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在我的心里 没有为之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理想已经和大日本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征服中国 征服亚洲 直至征服全世界 日本要做这个世界的王 和那么伟大的理想相比 你那点可怜的亲情算得了什么 可我只是个妈妈 我没有这么伟大的理想 你那点可怜的亲情算得了什么 如果没有儿子 我怕我只剩不下去了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短见和愚昧 求求你 看在咱俩以前的情分上 你如果有です 来世面的位置 じゃあ我不再弄了 icio子 你怎么回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已经听中队 你我们突然碍上 好 我讓你和兒子見上一遍 真的 我說話算數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把你的眼淚擦乾了 臨位授命百廢呆行 各種機緣巧合我也理不清楚 好了 既然今天是你們設計師自己的會議 那麼六公就由你來組獎 我旁聽 謝謝廠長的信任啊 我廠啊 這幾年一直經營慘的 大家都在勉強維持生計 若要改變現狀 重中之重 我認為 要改變我們廠的伸展效率 經由和廠領導的磋商呢 我決定從即日起 集中相關的人力物力 打造航吊系統 半年以後 讓我們廠的航吊面試 連張設計圖都沒有 怎麼做啊 廠裡是不是在開玩笑啊 就算有圖紙 那半年的時間也不夠啊 根本不耗 這時間 行了 大家都安靜一下啊 我理解各位的擔憂 以目前我們的人員水平啊 很難重新設計出航吊系統來 為了能夠盡快讓航吊工程上馬 經過廠裡的批准 我也已經從日本著名的設計師手裡 買了方案 請大家傳閱一下 這是敏工的動作 就是敏工的 對呀 跟敏工的土質一模一樣 是啊 敏工您看看 嗯 我知道 這張設計方案呢 和以前敏工設計的相法 可實際上 無論從設計理念 還是技術水平 日本人呢 還是在這個工業世界的前列的 沒人比我啊 更了解我師父的設計 你這個圖 是從偷圖的人那兒買的吧 我說得很明白 我是從日本著名的設計師手裡買的 明白了 偷圖的是日本人 好 方本善 我知道你這個人一向放肆慣了 以你這種普通的人員水平是很難看清 這種高深的圖的 本善 你什麼口氣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口氣 同劉總工程師講話呢 馬副長 馬長長 您要是不好說我就聽您說吧 人得有自知之明 此處不留也自有留也處 我看我還是回車間吧 放肆 燙本山 我地根就沒有看錯你 你是個害群之馬 不用你自己找車間 你即刻起就離開設計師 我另外幫你找個車間 命工 養不交父之過 交不言師之多 我說馬長長馬長長 這裡沒我師父什麼事 那乾脆這樣得了 我先在外頭候著您 好不好 我這就出去 我外頭候著您 這個 各位設計師的同仁啊 希望大家各司其職 各儆其責 早日實現我場上千工人的心願 讓我們的行調面試 散會 好 馬長長啊 您這戲演得好啊 您看命工 連個步子都不敢講 師父 您可得挺住了呀 我沒事 我就是擔心真要弄起來 苦了工人兄弟們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北平數千學生 舉行了盛大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 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 掀起了一股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這兒 放心吧 交給我的吧 我的 等一下 天南 你也要找誰啊 不是個 Wheel 大死就是他 你昨晚干嘛去了 我问你干嘛去了 哥 我一进家 我得看见他跟我媳妇在床上滚 就是李燕 你都活不了了我 哥 什么愣七八糟的 你小子看我弟弟老实是吧 我一进门里从后窗 一天晚上走了是不是 就是你呀 哥 你说 就是李燕 就是李燕 谁让你说几句 瞎了你的眼睛 老子就是警察 冒充警察 冒充警察 老实警察 我认识四 我俩把混蛋我扎 你这是谁啊 不是他 不是他 你可好了 错了 是他们到底 不是他 我错了 对不住 你媳妇跟那男的在那边吃炸着面子 没在这儿 错了 不是他 警察哥哥 对不住啊 一会儿你媳妇跑了 走走走走 对不住警察哥哥 上 添秋 宇派 你还好吗 我好 我好 这么多年 真的别去你了 我记得小时候 家家户户都爱养一种太阳花 不管风再大 雨再大 只要太阳一出来 它就会绽放开成一片花 这个太阳花啊 有个俗名 叫死不了 快跟我说说 上级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知识 我们要把抗日运动扩大 扩大到工人中去 扩大到农民中去 扩大到商民中去 我们要唤醒他们的救国意识 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 明白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 落实到长兴殿 先落实到工人阶级 但是现在 这个工作有所困难 我们俩的身份都不能暴露 我想了很久 能不能把这个工作 交给本山 我们暗中配合他 行 政府那边最近一直在查经部刊物 之前收缴了一大批 我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搞出来 你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不能久留了 他们会怀疑 走了 依盼 让我再抱抱你 让我再抱抱你 抱着 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 突然想带我出来逛街了 两个原因 第一 我的横掉今天就要面试了 我答应过你 作为奖励让你见一下儿子 我能见到儿子了 当然 我说话算数的 什么时候 我今天就能见到他吗 别急 你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了 在哪儿 儿子在哪儿 我怕我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 小女 小女 妈妈 妈妈 阿玛 小龙 小龙 开 阿玛 开开 小龙 阿玛 阿玛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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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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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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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到了 不是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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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速度再快点 再快点 再快点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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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 坐 坐 您请坐 工人兄弟们 接下来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宣布 长新店机车车辆厂 首台大型航调啊 就要面试了 公众兄弟们 长新店机车车辆厂 这台航调的面试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在全国呀 同等行业里面 已经领亲了 甚至在亚西亚 也在同等行业里面 走在了前头 在这里呀 我要真诚地感谢柳公 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 感谢每一位工人师傅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好了 接下来请柳公为我们讲话 马上长 县长大人 承蒙诸位的信任 真不要脸 彼人今天有幸同各位同仁 一起见证日本国设计的 大型航调 县长大人 我们可以开始吗 开始 使力人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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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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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主持人 怎么不动人家 不成吗 谁 谁 坐桌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九cias 唐九套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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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这样 工程技术问题 那我也不懂啊 这个县长的脸啊 都被你丢尽了 县长大根 这是怎么搞的 这样的情况算是很奇怪吧 为什么这么先进的日本技术 还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我听说 之前被偷走的杭调设计 与这类似的 如果生产出来的话 会不会成功呢 抱歉 让总工 让总工 会上 所有人都知道 通知是从日本人买来的 他们不仅会说是我的问题 更会说是日本的社区水平 除了问题 这是社区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日本的工程师 反复验证这个设计的合理性 模型实验测试中 没有出现的任何问题 并不必动怒 是不是有人在图纸上做了手脚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图纸是敏工设计的 现在看来 以他们的工业水平 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设备 或许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或是德国法国的专家 才能做到 好 图纸偷出了以后 一直严格保密的 除非